各位学员大家好 我现在来帮你 这个拿Android的例子 来让你呢 熟悉一下 你所学会的 这个多线程的观念 在Android上面 你就可以派上用场咯 你就可以 藉由这个 本书 就是目前你在学习的 这个OO的概念 那你就可以对Android的 很多代码 可以增强你的 这个理解跟解释的能力咯 所以呢 我们就来看看Android的例子咯 在Android呢 我们如果要从网页上面 下载这个歌曲 在下载的时候 我们屏幕上会出现一个 这个Process Dialog Progress Dialog 就是它的进行的 来告诉你 现在进行到哪里 任务在执行中 请稍待 好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来看看 这个现成是怎么做的 所以首先呢 就是 秀出这个UI 那你如果按这个Button 它就会开始下载 这个歌曲 那Android就结束了 所以按了Load的Map的时候呢 那它会显现出来 这个Please Wait 那Loading Your Map 那显示这个对话框 就是一个现成 对不对 Loading又是一个现成 显示UI的 那又是一个现成 那我们就来看看 这个现成是怎么安排的 怎么安排的 那我们就直接来看代码咯 直接来看代码 好 就是说 我们如果按了 在UI上面 按了一个LoadMap 这样的一个按钮 就是 这个Button 这个按钮呢 就刚刚你已经看到了 就是这个按钮 就是这个按钮 如果你按了这个按钮 那么它就会开始来 这个做很多事情咯 所以开始做什么事呢 第一个动作就是 显现出 刚刚这个 叫你Please Wait Loading Your Map的 这个小的对话框 这叫做进程的 一个进行中的 这个Dialog对话框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OK 那这个本身 就是一个独立的 线程在跑 所以呢 这个线程是由它 来产出的 由它来产生的 所以呢 就有 那进来的 这一个 进来的 在执行这个 的本身 就是主线程 主线程 对不对 然后现在在Dialog 在跑的 这叫做 我们编号好了 叫第一条 这个 主线 小线程 第一条小线程 在跑这里 然后在这里呢 就New一个 Straight的 那这个本身 这一行代码 本身是主线程 在跑的 这是主线程 在跑的 但是 跑这里的时候 那 这个没有跑 没有跑 那么 它就会 主线程 在执行 这个 在执行 START 这个都是 主线程 在执行的哦 主线程 进来执行它 就产生一个 小线程 对不对 秀出这个 Message 然后呢 这小线程 就一直到 一直到 一直到 对不对 一直到 然后 再上造一个 第二个 No.2 的 小 Straight 小线程 那这个小线程 就来执行 Run 就来执行 Run OK 然后在这边 表示我们要Loading 要8秒钟 就在这边 因为我这里 没有时机去Load 我只是让它睡觉 睡8秒 OK 睡8秒 然后这个主线程 就跑来这里了 这个 这个也在跑 那么这个也在跑 主线程 就跑来这里了 只有主线程 做完事了 结束了 然后去 看它的信箱了 看它的信箱 接受 处理 等待处理 UI的 更多的指示 就是人的指示 OK 好了 那这个小线程 就去Loading Loading 等到Loading 完毕的时候 它就来执行到 这一个 就把这一个 第一条小线程 把它结束掉 把这个对话框 也把它削除掉 削除掉 那这样子 这一个 第二条小线程 的工作就结束了 就结束了 所以 所以第二条的小线程 去把第一条 把它关掉 把它关掉 那第二条小线程 做到这里 没事做了 它就被回收了 就结束了 所以呢 就这样子 所以由主线程进来 创建一个小线程 去 在那边 播放 这个对话框 就是说 Prograde 就是进行中的 这个指示框 进行中的指示框 然后再产生第二条小线程 去讨论 去真正的去云端 载入这个音乐 载入完毕了 Loading完毕了 它就来执行这里 把这个显示 进行中的对话框 把它结束掉 那第一条小线程 就结束了 那它自己也没工作做了 所以 它自己呢 第二条小线程 被回收了 所以呢 这个回到 一条主线程还在 对不对 所以主线程 创建了两个小线程 各做各的事情 那么 等到它做完了 那它就自然就结束了 OK 那这就是 一个 Android的一个范例 一个范例 OK 好 那这个部分 我们就简单的 在文字上说明 你按下Logmap的时候 它会来调用OnClick 调用OnClick 然后呢 会来执行这个指令 产生一个 对话框 对话框 然后 这是一个线程 那 产生第二条的新线程 来执行Run 执行Run的时候 开始去做Loading的动作 这里 那Loading完毕了 就把这个执行这一行 就把这一个 对话框结束掉 也就是它的进程 也就结束掉了 所以第一条进程呢 再能结束掉 第二条进程呢 第二条线程呢 下来没事做 也被回收了 所以呢 从上面 可以看得出来 总共有三条 线程在执行中 第一条小线程 显示对话框 第二条小线程 执行Run 第三条 就是主线程 维持呢 的AC01 跟User 互动 这是处理意外事件 这是主线程最重要的任务 那第二条 只线程呢 因为我没有 在这例子没有实际上到云端去下载 所以呢 我只是给它睡八秒钟 表示要下载表马钟就可以了 因此呢 八秒钟之后 就执行 这个Dismiss 那么对话框就被删除了 那么 第一条第二条的小线程 也 结束了 它的整个过程 就是这个样子 好 来看一下 多线程的同步 叫做Synchronize Synchronize 叫Synchronization 那 多条线程 同时间执行 一段代码 同时间执行 一段代码 比如说Run 那就是一段代码 那么 这个Suite 也要执行 这个Suite也要执行 OK 那这是两条Suite的执行 同一个类 同一个函数 同一个函数 OK 那这个时候呢 有时候可能会互相干扰 因为你会共用变量 因为这里进来的时候 你可能会共用到变量 共用变量的时候 那么会造成这个变量的值呢 会混乱掉 混乱掉 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这一个 Task 那Roundable 那么里头会有一个 Count 这样的一个 一个 变量 就是一个Task 这是Task 的Object Task的Object 首先呢 那么这一个里头会有一个变量叫Count 会有一个变量叫Count 它会有一个变量叫Count OK 那这个Count呢 就 会有一个变量叫Count 然后首先呢 Count会归零 这会归零 OK 然后这个小线程呢 就来执行 这个Round 小线程呢 就会来执行这个Round 对不对 然后就开始对 这个Count做加加的动作 做加加的动作 OK 就在这边 一直绕 一直绕 对不对 那我们现在来看 这里头会有出现什么问题 就是 这个 首先创建一个 这个的对象 创建一个对象 然后接下来呢 就来 把这个对象放进去 就产生一个小线 产生一个 Thread的对象 叫T1 所以T1呢 是Thread的对象 然后再来 到T1Start的时候 那么就 这一个 它就会产生一个小线程 它就会产生一个小线程 那这个小线程呢 就会来执行 这一个Round的动作 就执行这个TA 这个Round的动作 所以就执行这个Round 所以这个小线程呢 就跑进来 执行这个Round了 执行这个Round 那么还在执行的过程当中 这一个 第二个小线程 也起来了 第二个小线程 也被创建了 所以两条小线程呢 都在执行R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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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因为第一条呢 它做的速度不是很快 因为每一次都要停留10秒 这个 这个十分之一秒 都是千分之一秒 所以呢 它还没有做完 就是第一条呢 所以第一条Stread的进来 还在这边绕的时候 这是第一条Stread的 还在绕的时候 那么第二条也进来啦 第二条也进来啦 所以两个在这边绕 在绕的过程当中 因为共用这个Count 所以呢 这个Count的纸会乱掉 本来我是希望 它是1加2加3加4加5加6 这是单一的 现成的时候 它会顺利的 在做这件事情 但是因为 它这个Stread呢 T1跟T2 两个都在执行Count 所以呢 在Count的纸呢 会乱掉 会乱掉 这叫做现成冲突的问题 这叫做 互相干扰对方的 这个结果 这叫做现成冲突的问题 现成的冲突的问题 是来自于 它共用这个变量 共用变量 如果它不共用这个变量 就不会产生这个互相冲突的问题了 这叫现成互相冲突 你看 它这个值呢 A计算的时候 就跳了 一直跳 这就是被干扰到了 被干扰到了 所以呢 因为T1在执行Round的过程中 T2可能会来改变这个Count的值 那么就出乎了这个设计Round函数的人的意料 因为这个Round函数的人呢 他认为同时间只有一条现场在跑 那这个时候 我们可以把它凑开 可以把它凑开 应用Java的Synchronize这个概念 来把它凑开 所以呢 在这里 就是说 你如果今天有一个Sway的进来 这是T1进来啦 那T1进来就进来啦 进来在这边跑 好 它还在跑的过程当中 这个T2进来啦 T2 T2进来啦 那碰到这个字元 那 它就乖乖的在外边等 不要进去 所以 确保这一段 都是当一个进 县城在跑 等到这一个县城跑完了 出去了 或者是死掉了 那么它 换它进来 所以 它是 这一个 等到它做完了 它才会进来 所以 就不会去干扰到 这一个 县城1 的这一个Count的值 OK 那这是 很重要的 OK 所以 这就是 NewTask 对不对 然后 有这两个 县城都会来执行 同一段代码 同一段run 然后也 这产生的小县城 但是呢 这个时候 不会互相干扰 那 将 会被干扰的 会共用的 部分 把它框起来 让各县城 那可以凑开 就是 后面来的人会等待 那 这样子就不会互相干扰了 那 这叫做 县城安全的问题 就是 让它隔开 OK 好 那我们就先 介绍到这里 待会再来说明这个Enjoy的这个安全县城的例子 谢谢